Home Depot加得保,你刚才说仓科的时候都有提及过 就是他都有一些利用到受压的情况 好有朋友问你,长远怎样看这个股份 长远来说,其实肯定来说 仍然都是一个股盒来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即使大家觉得是一个所谓家具 或者是这个市场,你觉得好像是很老旧 但问题是Home Depot,其实它第一 它的派息是连续,起码我印象之中 起码15年或以上,其实股息率都没减过 而且是不断增加,每一年都是增加那个派息 第二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股价 如果是用5年的角度,其实回报都不止超过一倍 都去到差不多两三倍以上 因为它更加股价回了,即是由400元回了差不多100元 那变了就是说那个政派市盈率 其实来说都是去到19倍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说在标准普2500指数里面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是所谓的市盈率 就算当今年的盈率有轻平的倒退也好 P都是膨胀到20多倍的 那都不是一个太过分的,是所谓的水平 那我会重新,就是Home Depot 或者是669创科,都是一个所谓和晶片类一样 都是一个经历了是一个很强劲的 甚至有点非理性的繁荣之后 就是要一个是所谓盈利的整顿期 那盈利整顿完之后呢 也都有机会是再创高峰的这个 那这个股价又是回了,是起码100元 这个,对我不敢说这个位置一定是底部 那如果是供一个中长线去投资的 我觉得来说都会安心那些中海股不少 就会不会飞á 谢谢大家 avourコ 这个 为啧 是 的